午清节就要到了花莲市长薇佳宴 2号一早就一连前往了六个夫妻站 要向各位婆婆妈妈们提前献上祝福 并且也送给在场的每一位长辈们 苹果和橘子 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大吉大利 2号一早花莲市长薇佳宴就协同舍牢客长萧子卫 分别前往了托娃本及林园文件站 还有名校 名声 主农 主圈社区夫妻站等六处 要向各位婆婆妈妈们提前献上祝福 希望在温馨的五月后来这边 我们也送自证了苹果跟橘子 祝福我们辛劳的母亲节快乐 那在这边家宴同时也送了水果 也希望母亲们都能永保青春美丽 也希望说大家在后疫情时代后 都能出来动一动走一走 让自己保持身心灵的一个健康 今年的站比较多有16个夫妻站 那我们也在这16个夫妻站母亲节前夕 准备了给长者苹果跟橘子 共计准备了1600多份的水果给长者 那感谢花蓮市的妈妈们 就是平常的辛劳为家里的付出 那在此就是祝辛苦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花蓮市公所除了自证社区夫妻站 节庆贺礼之外 包含关怀据点及各地区老人会 原住民妇女干部及文化健康站等等 都会一一借由礼品传递祝福新意 并会在5月13号上午9点 在美伦大饭店办理母亲节表扬大会 邀请市民朋友共同分享温馨母爱 记者徐立琴花蓮市报导